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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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收 1 2 3 4 那時候要舉高高 我看不到翅膀 好 預備 走 拿水 來 然後 拔 水調在裡面這樣 噴噴噴噴 然後來 手拿到後面 然後手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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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一下水不乾嘛 沒有 不要這樣 我來 我來 你我來 我來 不要 我們差不多的活動都是對面 在我們銀行室裡的活動 不管是屬性什麼的 那這一次因為 所以科長是舊室 他就跟我講說 課程可以開放給外面的學員來參與 我說OK啊 我們甚至也可以開放給社會理事 或者是完全沒有學過跳舞的小朋友 也可以來嘗嘗看 我覺得只要公部門支持的話 我們當然也要盡力一點力量 在這個方面是這樣子 之前在北部的時候其實就有練舞 然後那時候是每週就是大概固定 可能有兩週芭蕾課這樣 所以其實我跳的舞馬就只有芭蕾 所以其實這次來參加中國舞的這個工作方 覺得非常的有趣 因為其實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其實都是共通的 可是當你去在研究另外一個領域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都是藝術 那它其實會提醒你一些事情 我想要成為像姐姐還有老師他們一樣筋很軟 還有他們拉筋的時候都拉得很厲害 就是來這邊不只是學著精心的知識 還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因為我喜歡勇於嘗試 我覺得嘗試這東西是對我很有幫助的 可以讓我學習得更好 然後還可以讓我的藝術風格提升 就是跳舞是很多人都可以去上的 不是有性別的限制 跳舞不分男女 我們最主要是要讓大家體驗到 表演藝術的這樣的一個意境 它的意境是什麼 它有這樣的一個境界 它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姿勢 很優雅的一個姿勢 那透過你自己一個自體語言的表達 你能夠來把這樣的一個舞蹈 來呈現給觀眾來看 那我們希望說這樣一個普及 是達到一個多元化的一個目的 牆不坐停 我們有人摔倒嗎 應該是 不會人還蠻好的